我們介紹歡迎這位 要取代徐夕蒂的人呢 她是我... 好...你跟她主持好了 她是我搭檔的所有的女生裡面 最... 我只要講 可是我人好...我人好跟著黃啊 沒有...你沒... 女人好跟著黃啊 你都敢了 不是... 她是個好書生耶 可是我跟妳講 她出來真的很多... 很多女明星就是一下 就覺得自己老掉啊 而且她最近真的版面很多耶 而且最近她在那個 網路上面的新聞搜尋裡面 比方說永遠都有她的名字 可是卻沒有妳的名字 你上床五站了 你上面有沒有網站 我上是芭樂那邊的網站 好 我們歡迎她出場囉 哈囉 瑤瑤 她就沒有看到妳了 妳沒有不是搭檔主持嗎 對啊 結果後來就是 因為妳做梗的時候 屁耶 因為她在畫中間 一直講妳壞話說妳接話其實很少 妳也要說什麼還講到我 瑤瑤超可愛的 可是呢 就是新聞很多 然後外務繁忙 是 結果就覺得把她綁在一個節目上 當主持人也太委屈她了 你想讓她飛是不是 不是 妳根本就沒事幹啊 什麼 我自己講得很難求耶 你自己講得滿東西耶 都抽出那個框框了 有放球心裡去開球嗎 有那個高爾夫球 對啊 棒球 棒球請妳開球 之外還有什麼展覽會請妳去 展覽喔 她是沒有展覽耶 妳最近有真的忙到 就是很痛苦嗎 忙到是還好 但是新聞真的挺多的 然後課業已經放棄了嗎 課業喔 就是有繼續在那個了 對啊 妳每天早上起床 都看到報紙上有妳 那麼大的版面 心裡是高興嗎 不高興啊 因為都不是很正面啊 妳每天起床看到報紙上 有她那麼大的版面妳高興嗎 順便拜祖先啊 就是祈求這演藝事業更順利 不過妳要認真地教一下這個妹妹 因為每天都有她看 會不高興的新聞 這好像是演藝圈的人 一定要經歷的命運對不對 而且我看妳的報道 我覺得沒有什麼讓妳不開心啊 對 他們對妳還不錯耶 真的嗎 我覺得都是寫好的耶 有哪一個讓妳不開心 可能就說我得罪到誰啊 或我耍大牌之類的 對啊 梁赫群鼓勵妳說 可以盡量違背他們的意思是不是 對啊 就是趙哥跟梁赫群 他說妳可以盡量舞逆我們 然後嗆我們 打我們 所以妳有嗆過趙正平什麼事嗎 就是那時候小梁... 因為我還不敢 然後小梁哥就說 妳等一下就罵趙哥說 妳們男人就是爛啊 喝了酒都亂性啊之類的 結果妳真的罵了嗎 就真的罵了 天啊 對啊 趙正平說什麼 他沒有啊 他就說 是...對不起... 怎麼這麼多 妳在這邊在打妳耶 她都罵我髒話耶 對啊 妳都說妳什麼矮是矮 妳肚子管是不是 然後說為什麼年紀大怎樣 明明她就比妳還矮啊 真的 妳又留我了 對... 還來... 慢走... 我們愛妳 好 希弟 妳明星不敢站在瑤瑤旁邊耶 為什麼 就是怕站在一起會比下去 不會 妳臉怎麼比她長 那為什麼 那是要看誰站啊 真的啊 瑤瑤 過來吧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 不要走 怎麼會這樣做 就是... 好 可是希弟說實話 當時瑤瑤來了一次 康熙來了之後 我就把她抓去我另外一個節目 妳那時候有嚇到嗎 我沒有 因為她那時候第一次上康熙 上網 我就在化妝間講說 這個女生很可愛 反應也好快喔 對 就覺得她是可造之材 對 所以妳後來沒有生氣說 怎麼可以 她才上一次電視 我就把她抓去打 我在化妝間一直講那好話 回到家大罵她 什麼屁啊 什麼屁啊 好 我跟他媽媽 我們贏在哪兒 等等 她的酷